第一天,我作为婴儿天使监控人出生了 我被泰坦三人组包围起来 你是我们所有力量的结合体 现在你必须要打败终极邪恶 什么呀,刚出生就要我做这个 突然间,天空开始变成红色了 一个可怕的黑暗泰坦出现在我们的高空中 终于让我找到你们了 竟然还创造了天使监控人 你以为这就能打败我吗? 简直太可笑了吧 所有人保护天使监控人 不要让他受到危险 所有人都开始进攻黑暗泰坦 你们是给我挠痒痒吗? 今天可没有蚊子咬我呢 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厉害 他使用一个奇怪的黑洞将两名泰坦吸进去了 你快离开这里 并且找到电视员 他会帮助你的 泰坦电视人也被吸进去了 我感到无比的崩溃 不要急,马上就轮到你了 黑暗厕所大军这时候已经赶过来 第二天,我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不能就这样白白死去 你无处可逃了 成为我们的美食吧 我绝不能死在这里 突然我感到一股能量正在涌动 通过身体让我释放出神圣的力量 我一击就将所有的厕所都杀死了 我的天,这力量也太神奇了吧 我按下按钮之后赶紧逃离 不过一个巨大的黑暗马桶等着我 没想到你竟然能够爆发出这么强大的力量 我必须要除掉你了 他使用激光将我造成巨大的伤害 我试图利用神圣光芒攻击他 但他比普通的厕所要坚固十倍 是时候该终结你了 放肆 电视女释放一道强烈的火焰冲击将马桶直接击杀了 快跟我走 到了第三天 电视你带我来到了楼顶 这里有一个闪闪发光的碎片等着我 出于好奇我向他跑了过去 没想到让我的身体直接变形成为了天使少年监控人 多了五颗星以及新的力量 你有五种神圣的碎片 分别是分散在城市的各处 你需要找到他们释放你所有的力量 我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了 谢谢你救了我 并且带我来吸收能量 你们就做梦吧 有我在你们无法成功的 你的小计划到此为止吧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 他用出巨大的攻击在我们脚下发生爆炸 强大的冲击波把我们逼到了楼顶边缘 导致我们直接坠落下去 再见了一群蝼蚁 四到七天 我们直接从天空上坠落 幸好下面有一个水石 我们真的太幸运了 可是好景不长 可怕的黑暗泰坦又追上来了 他愤怒的摧毁大坝 大量的水开始涌下来了 我们来不及反应被水卷走了 我和电视女就这样彼此分离 就在这一刻我的视线也开始变得暗了 很快我就自己孤独一个人在胖臭的下水道 电视女你能听得到我说话吗 周围好像没有人回应我 黑暗泰坦也太强大了吧 我必须尽快找到神灵碎片 一只肮脏的马桶在下水道巡逻 我立刻躲了起来 我可不想被那东西抓住 我抄 你怎么也在这里 巨大的声音引起了马桶怪的注意力 征服了这个小摄像头 八到十天 这是一个可怕的电锯马桶 很快我们两个就被他逼入了一个深坑 但他还在慢慢靠近 我们必须扭转局面 我用出神圣的力量直面可怕的电锯马桶 他还想着用电锯把我击倒 我很抱歉 但我想寻求你的帮助 你应该熟悉这里的路线吧 先带我出去再说吧 我们终于从下水道出来了 我们的盟友被困在里面了 你能帮助他们吗 我会不惜一切帮助联盟 此时我们听到了里面有尖叫的声音 我得赶紧过去帮助他们 十一到十四天 我还是来晚了一步 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个黑暗工厂了 他们将摄像头改造成黑暗马桶大军 只要经过这个传送带 他们就会变成黑暗监控人 很快整个联盟的成员都将屈服黑暗 这个世界将不再光明 我生气的发动了一次神圣的攻击 你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黑暗守卫在哪 请干掉这个入侵者 大量的黑暗摄像头向我冲过来 我真的不想伤害他们 在我体内还有一个新的技能 利用这个技能召唤出一个神圣的笼子 这也只能短暂的困住他们 我发誓以后会来救你们的 你想跑去哪里 这里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马桶将军直接把我扑倒到一个深坑里 十五到十七天 我就这样的和他掉入了一个垃圾堆 下面就是熔岩了 掉下去肯定会死掉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个马桶击杀 然后离开这里 他的火力还是很猛的 我是放神圣的光芒将他击退 这是你逼我的 你很快就要完蛋了 突然开始升温 整个空间就像在火山 不行了 我感觉身体要炸了一样 我是不会让你出去的 今天你就交代在这里吧 哈哈哈哈 关键时刻我用出技能将天花板给破坏 导致上面的石块坍塌落在他的身上 看起来起到不错的效果 我抓住这个机会赶紧离开了焚化 既然你那么喜欢火焰 那你就好好地在里面享受吧 十八到二十一天 离开焚化炉之后 这里是设施的中心 我竟然在这里找到第二颗神灵碎片 这碎片正在为整个机器提供动力 不过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突然桥梁开始摇晃 整座桥都开始坍塌了 吓得我赶紧往前面跑 幸好我跑得快 还没高兴多久我的脚上突然裂开了 我和神灵碎片一同掉入无尽的深渊 为了生存 我决定伸手拿走碎片 一道神光从黑暗中射出 我像一名伟大的天使神一样缓缓上升 并且还多了五颗星 我还有一把天使圣剑 拥有这能力 我应该可以拯救那些小摄像头了 二十二到二十五天 我回到了他们所在的位置 他们一看到我就像入魔了一样 通通都靠近我吧 看我的天使进化 我清除他们体内的黑暗 所有人都恢复正常了 从现在起 我就是你们的领袖 此时黑暗马桶大军追上了我们 让你们试试我的天使圣剑的威力吧 我将他们处决之后 盖着小摄像头快速离开这里 他们就在附近 不要放他们走了 你们都没事吧 我们没事 但是我们的监控女去了一次任务之后 再也没有回来 我会将她找回来的 请大家放心 小摄像头他们说去了游乐场 但是这个地方已经被黑暗笼罩了 我在高空上看到了一句声音 糟糕 监控女有危险了 二十六到二十八天 一辆汽车正在高速行驶 我连忙的利用神圣光芒切断她的去路 还好我来得及时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很好 谢谢你的帮助 突然整个过山车开始摇晃 周围都开始破碎了 我带着摄像头安全地回到地面 没办法了 我只好利用我的新技能 制造一道光芒保护罩保护我们两个 现在就凭我一个人 无法让情况变得更好 要是其他泰坦在这里就好了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去外面干什么了 我正在找电视你 她有麻烦了 差点忘了 我们分散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见过你 最好赶紧找到她 二十九到三十二天 我们来到了一个城市区域 整个地方都非常的压抑 几乎看不到一丝的声音 我们需要谨慎行事 不相照应 这里的区域都腐烂了 当监控哥经过这里的时候 被一股未知的力量拉紧 救命啊 这里有黑暗蜘蛛 好好地在这里等死吧 黑暗蜘蛛看到我并不敢继续攻击 我也没有继续追上去 先把监控女救出来 可是我无论怎么进攻都无法打破蜘蛛 你得找到黑暗蜘蛛的牙齿才能弄我出去 这是唯一的办法 好吧 我会尽快救你出来的 一定要等着我回来 我来到了一个充满红色烟雾的森林 我打赌它一定在这里某一个地方 33到35天 走进山洞后看到了充满黑色的蜘蛛网 这个地方令人毛骨阻碍 我不想在这里多待一刻 不过我在这里找到了黑暗蜘蛛的牙齿 这下我有办法救你出来 就在这时我不小心踩到了蜘蛛网 我的腿已经无法动它了 蜘蛛马桶听到动静后慢慢地向我靠近 我很无助 一点一点地慢慢靠近牙齿 最终凭借我的努力终于将它拿到手了 我直接将眼前的蜘蛛网切开 你们这些畜生玩意儿通通都给老子去死吧 我愤怒地利用天使剑将它们砍死 有意思 你会像你的朋友一样逃不出我的黑暗网 36到39天 大战一触即发 在和它打斗的过程中 我注意到周围被粘住的音响人 我利用牙齿将它们都救出来了 可恶 我让你救了吗 给我受死吧 大家保护天使 有它们暂时可以为我拖延时间 我得赶紧过去把监控女救下来 看到她即将被蜘蛛网吞噬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 我利用天使圣剑把她救了出来 你小子终于回来了 还以为你跑路了呢 一大群音响人向我们跑过来 电视女友麻烦了 前面是黑暗蜘蛛的姐 我得想办法把她弄出来 想破开我的防御做梦局了 你们没有把她杀了吗 兄弟 你觉得我们能打得过她吗 况且你自己还他妈跑了 这次我是不会逃避了 40到43天 我利用翅膀飞在天空 然后释放光明圣波 我的每一次进攻 都能稳稳地打在她的身上 你的生命到头了 看我的天使圣剑 这是什么力量 感觉身体像被撕碎了 此时此刻我听到电视女在里面呼救 我直接利用圣剑打破检有 我在找你的路上遇到麻烦了 所以现在快服用神灵碎片吧 我吸收之后得到了五颗星 我获得一股新的力量 可以释放一道病毒攻击敌人 蜘蛛马桶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就直接倒下了 还好你来得及时 这时候音响你回来了 确认目标 准备清除入侵者 她看起来非常不对劲 已经被黑暗控制了 44到46天 怎么办 我不能伤害她 别担心 由我来挡住她吧 现在你必须找到三样杀毒物品 才能拯救她 那我该怎么做 请带上这张地图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可以找到杀毒物品 我拿着地图就离开了 第一个物品在这座山上 来了之后我就看到了杀毒物品 突然脚下的山峰开始颤抖 一些黑暗马桶开始往上爬了 我利用我的天使圣剑驱改他们 由于我的能量太过强大 导致整座山都开始坍塌 不过我引起了雪崩 将所有的黑暗马桶都赶走 我走下山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洞口 按照地图的提示 这里是必经之地 47到50天 一进来我就看到了杀毒物品 有翅膀就是好 可以直接飞过水面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无头马桶 你是守护这里的吗 我什么都不是 你就当作我是个神经吧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我吗 随便 反正他们也不把我当人 它真的不像其他的厕所 你是个好厕所 以后我有史一定在你这里吧 突然地面开始颤抖 水中出现了一个漩涡马桶 你个小偷敢偷走我的东西 我会让你血绽血长 在水中我不太好战斗 我的力量根本发挥不出来 你们打架不要伤到我呀 我是无辜的 你以为你能逃离这里吗 漩涡马桶控制周围的水 然后发生一场爆炸之后 我被一股水流带入下面 我也是个厕所 不要把我也卷入下面啊 51到54天 不知不觉我就被吸入了一个水箱里面 等待我的是一只实验室里的黑暗马桶 很高兴再见到你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 我要在这里结束你了 他竟然离开了 不过我好像失去了氧气 我他妈不能呼吸了 我感觉问题不大 我没有头哈哈 我可不想和一个神经呆在这里等死 我用天使圣剑直接打碎玻璃逃了出去 出来之后我看到了一个紫色的东西 那是杀毒物品 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逃离实验室后 我第一时间就回到电视女这边 快点给我吧 好的 他拿着这些杀毒物品开始融合在一起 然后把解药撒在音响女的身体上 用不了多久他就恢复正常了 正当我们庆祝的时候 一只可怕的马桶怪出现在我们面前 泰坦首领派我过来终结你们了 55到57天 这家伙可以释放闪电 他的目标并不是我 而是我周围的电视女 我尽可能地为他抵挡一切攻击 接着再释放一串又一串的病毒击退了他 看来得用大招了 他发动了一次强大的电影 我硬生生地扛下了所有 你没事吧 据说这个对你有用 没错 这个对我可有大用了 我感觉我的力量直接翻倍了 多了五颗星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新力量吧 这场胜利我将他击杀后突然一道虫洞开启 我们根本无法逃脱 所有人都被吸进去了 59到61天 里面是通往哪里的 我好像进入了一个黑暗领域 好久不见呀 你竟然破坏了我这么多好事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我的黑暗领域 很快就和世界合并了 不过在此之前我会先解决掉 他利用他的刀锋进行攻击 伤害非常的高 导致我还没发挥就直接被他中创了 我开始变得谨慎起来 利用翅膀在空中作战 尽管我有神灵碎片的力量在支撑着我 但很明显 这家伙的力量比我还要强 我的领域会吞噬一切 你拿什么阻止我呀 这下我彻底绝望了 我根本打不过他 但我无论从哪个方向逃跑 他都能准确的找到我 你想在我的家里试图逃出去吗 别做梦了 他简直就像鬼一样 这里有一个锯坑 我不知道他通往哪里 但是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我只好不弃勇气的跳下去 62到64天 我直接落在锯坑里 我好害怕 但我不是担心我自己 被马桶大军包我了 等他们准备向我进攻的时候 突然一个大铁锤子落了下来 太好了 是泰坦监控人 你竟然还活着 没错 黑暗泰坦把我送来这里了 其他的泰坦人也离这里不远 感谢你的支援 让我们携手一起对抗黑暗吧 虽然这些马桶很多 但是我和监控人联手处理 他们应该不是问题 可是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无论我怎么击败他们 都有无限的马桶出现 没用的 现在我们已经被诅咒了 你需要找到石中维度的去路 那里有一个损坏的传送之门 需要清理消除它的黑暗 我们就能逃脱了 这些臭马桶就交给我吧 我来掩护你离开 抱着新的希望后 我又再次离开了黑暗深渊 我通往这个传送之门 来到了石中帝国 来到之后 我看到一群闹钟向我看过来 你是谁啊 你怎么来到这里的 65到67天 我是泰坦监控人派过来的 我现在需要清理传送之门 我们大家都是联盟军 非常不错 那我们做个交易吧 我会把你送回次元 如果你能帮我摧毁传送之门 那么黑暗就能在我的世界中驱散了 泰坦监控也和我这么说 现在快把我送过去吧 我们来到了腐败的源头 看起来这里已经受到了很严重的破坏 这个传送门来自黑暗 你试一下能不能把它清理了 我利用我的神圣的光芒驱散黑暗 但很显然我的力量还不够 直接被弹回来了 忽然间周围开始颤抖 一个黑暗泰坦史始终从地面缓缓升起 必须清除联盟 又一个黑暗军团 但是很显然他们是时钟人的首领 他已经被黑化了 我的神圣的攻击并不能将他造成威胁 可是这该怎么办呢 我已经准备好最后一击了 就在这时时空开始发生变化 我又退回原来的时间地点了 找到时钟女 她会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68到72天 我飞在高空中上 事业更开阔 最终我找到了时钟女 她正在和厕所战斗中 你一个人打得太辛苦 就让我来帮助你吧 但战斗还未结束 磁铁马桶出现了 时钟女利用她的技能时空穿梭 直接把马桶送回原来的地方 这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能力啊 不过我并没打算逃离 这个家伙肯定还是要清理的 我和时钟女一起并肩作战 突然她开始像风了一样 发出强大的磁电波 我们都尽力地抵挡住她的攻击 最后再用我的天使圣剑一刀了结了她 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来阻止黑暗太坦 你们的首领已经被黑化了 需要得到净化 你先跟我过来 73到75天 她要带我去哪里啊 我来到了一个充满电钻人的地方 这些都是我们的盟友 她会帮你找到守卫碎片 然后你就可以进化传送门了 我会为你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天使监控人你准备好了吗 我时刻准备着 现在就开始吧 我的天 她的挖地速度也太猛了吧 一碰就碎的那种 不愧是电钻人 守卫碎片就在这个地方 我无法替你寻找 只能依靠你自己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 前方那是个什么碎片 当我想要拿的时候 一个充满钻石的电视人挡在我的面前 我是不会让你轻松得到碎片的 她并不像其他的泰坦 她拥有电钻人的触手 还有监控人的锯锤 她是杂种吗 不过这也让她变得更厉害 我躲避她的攻击之后 然后发动一次猛的进攻 几个技能下来打得她够呛了 天使监控人果然强悍 你获得我的认可 那就给我滚开 我需要碎片 突然间我多了五颗星 是时候拯救那些泰坦了 76到79天 我重新回到黑暗传送门 泰坦依旧像松的一样攻击我们所有人 石中人准备坚持不下去 我在一旁释放神圣的光球 导致入侵她体内的黑暗变回原本的样子 黄金石中人回来了 我好像做了一件错事 这并不是你的错 你只不过是被黑暗控制了 你需要拯救我们的世界 由于失踪人的受伤比较严重 导致她伤势过重而死亡 只留下了一颗怀表 她的牺牲是伟大的 利用她的怀表将传送之门给净化了 你必须要拥有时空手表才能传送 请拿去吧 去完成你该做的事 我得到了时空穿梭的能力 可以轻松穿越时钟传送门 80到83天 我回到之前的家园了 但是这里已经全部都被黑暗阴影封灭 我在战场上四处寻找那些美女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你们都怎么了 一些可恶的马桶又冲出来 他们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我来不及多想直接飞上天空 我得去净化其他太太 突然我想起来时钟人给我的那一个手表 我直接利用时空倒流能力回到之前的世界 他们都重新复活过来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用了时钟人的力量时空倒流 做得很好 我们先撤离安全的地方吧 我们走在了一座不稳定的桥梁 突然桥开始摇晃了 我们崩溃的往前面跑 索性没有人掉下去 84到86天 这是电视基地 这里是躲避黑暗的唯一地方 谢谢你拯救了我们 但黑暗太坦一天比一天强大 我会尽我一切努力去阻止他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线索了 突然我们有一个盟友被炸死了 我们转过身看到一个巨大的黑暗炮手马桶向我们走来 我先去战斗了 你们先撤离吧 我对他进行了一波神圣斩杀 但他的身体是重假 我的攻击并未造成太大的伤害 很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我已经被黑暗太坦大人改造了 我会比其他人更强壮 他一拳就把我击飞了 突然他转过身机杀我的盟友 所有人都开始进攻他 这是我进攻的好时机 我利用神圣光波将他摧毁了 我抬着头看到山巨人太坦站在房顶 87到89天 你们竟然回来了 我还准备去救你们呢 多亏了你的努力 你把传送之门进化之后 我们才能离开这对半伙计 你好像有点心情不好 突然太坦电视人一脚将周围的两个太坦踹开 他这是怎么了 是黑暗太坦的领域 俯视他身体里的黑暗还没有消失 我会像进化传送门一样进化他 我躲过他的攻击 然后逐渐的靠近他 我拥有足够距离的时候直接释放进化之光 让他彻底摆脱黑暗的腐败 我真不敢相信他的腐蚀影响这么大 没事没事 你现在又重新活过来了 谢谢你 你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请利用收音机和地图 他会带领你去往黑暗太坦王国的身处 一旦你找到他的位置 他就会指引你获得最终的天使碎片 我一定会变得更强壮的 你们一定要等着我归来 90到92天 我按照地图的指示进行操作 我达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这不是我第一天的所在之地吗 我放下了收音机 这样就可以和太坦电视人说话了 我发现这个区域有某种纪念碑 它们都有不同的颜色 你把你所获得的神灵碎片放在上面试试 好的 我将所有的碎片都放入其中 随着一道白色的光芒闪过 在我面前出现一颗红色的恶魔之眼 你做得很好 现在快去抓住它 当我跑向碎片的时候 漩涡马桶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这里冒了出来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现在它是我的了 随后它进化成更强壮的黑暗漩涡马桶 那天我是故意放走你的 你所有的一切行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93到95天 我与它正面发生冲突 我一定要想办法夺回碎片 但它的力量变得更强了 我该怎么办 不行 我必须集中我的力量 我一定可以战胜这畜生的 我用天使圣剑直奔它的脑袋砍去 也正是因为这一击它永远的倒下了 我连忙把碎片收集 我不仅多了五颗星 而且我的神圣力量还翻倍了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能够走到这一步 要不是要准备黑暗计划 我早就亲手过来处决你了 不过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准备好被黑暗统治吧 它召唤出传送门大量的黑暗军团 开始进攻我们的世界 眼前的情况我还是先撤退吧 96到98天 我的朋友都在这里等着我 它已经召唤传送门了 不过我也完成最后一个升级 干得好 亲爱的 所有人都高兴了起来 就算它开始传送门又能怎么样 我们一定能够获胜的 你们每一个人员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这一战我们必须要挺身而出 99天 回到黑暗的城市中 我们有着自己的军队 大家一起进攻 把这些黑暗大军都给我杀了 该死个厕所 不好好的为人类装大便 跑出来恶心别人 有了泰坦巨人的加入 我们很快就杀死了大量的厕所 相信交给他们处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我要去阻止黑暗泰坦了 我想打破这个传送门 但是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我听到黑暗泰坦的声音正在吵哄我 所谓的天使只不过是垃圾而已 我拥有四个泰坦的力量 让你尝尝我真正的实力 我爆发出我前所未有的力量 直接将大门直接划开 正因如此我也被吸进了 第一百天 我进入到传送之门了 欢迎来到黑暗领域 这里是我的主宰 等着被我的光芒吞噬吧 我直接向他发起进攻 这场战争只有一个胜利者 我的伙伴们都等着我平安归来 所以我必须竭尽全力的抵抗他的攻击 他想利用红色屏幕向我发动攻击 不过我躲开了他的炮弹 然后发出等离子光球击中他的兄弟 如果我不能将黑暗与这个世界合并 那我只能把你困在这里 他召唤出一个无比强大的黑洞 他的引力太大了 当我快要被吸进去的时候 直接向他飞动攻击 还好我的进攻打破了 为什么你能抵挡住我的黑暗 因为斜不压正 准备好进棺材吧 我对他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不断地削弱他的力量 是时候该结束你的命运了 这一次我释放强大的净化光芒 他不停地释放黑暗炮弹来阻挡我的进攻 这次的比拼就看谁的力量更大 很显然我的力量在他的之上 我慢慢地靠近他之后 直接利用天使圣剑了结了他 世界将不再黑暗 第一天我作为一名电钻人出现在城市中央 我的哥哥和我在一起监督着工人工作 亲爱的弟弟你长得挺帅啊 哥哥谦虚了 突然可恶的眼镜蛇马桶人落在了工地中央 他率领一群眼镜蛇马桶人开始攻击我 我将在这座城市传播我的黑暗诅咒 直到马桶人统治这里 接着这个家伙朝着哥哥释放了一个绿色的诅咒光圈 我抄哥哥快闪开 我把哥哥从诅咒中推了出去 眼镜蛇马桶人被暗魔法注入到了我的体内 一瞬间我的身体开始变化 一双脚从我的头上冒出来 我成为了一个邪恶的电钻人 并且获得了五颗星和新的脸 哇哦 这股黑暗力量有点意思啊 凭借着升级我开始攻击眼镜蛇马桶人 但此时我还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输出目标 盟友们也遭受到了伤害 黑暗能量很快就会吞噬掉你这个小垃圾了 第二天盟友们都倒在了我的面前 眼镜蛇马桶人把我团团包围了 但很明显新力量让我比他们更强的 这群屌毛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他们试图逃跑 我赶紧摧毁了附近的一座建筑物 他们被压了个粉碎 老爹啊你在做什么 那座建筑物里面都是盟友啊 哥哥我必须消灭完这群马桶 即使有人受伤 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突然黑暗力量进一步控制了我的大马 我竟然把目标锁定在了哥哥身上 还好哥哥伸手脚剑 躲开了我的攻击 哥哥我错了 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 看来一定是眼镜蛇马桶人对你做了什么 我不怪你 但我们必须想办法修复你 突然地面开始颤抖 原来是泰坦电钻人正在和漩涡马桶人战斗 我朝他好像打不过马桶人 我和哥哥决定去帮助他 第三天 我和哥哥朝着漩涡马桶人冲了过去 小家伙们 你们来这里干点忙呢 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很好我决定先拿你开刀 漩涡马桶人使用水波攻击我 还好老子升级了 抗住了对方的攻击 但老子也不是吃素的 我赶紧使用针刺攻击马桶人 对方大吃一惊 试图再次使用水波攻击反抗 但此刻已经为时过晚 在我一连串的攻击下 漩涡马桶人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我的天哪 你太厉害了吧 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泰坦训练计划 等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你现在还无法完全控制自身的力量 俺哥说累在联 就在此时 泰坦电钻人接到了求救电话 基地已经被眼镜蛇马桶人入侵 现在急需帮助 我和哥哥跟在泰坦电钻人的身后前往基地 第四天到第七天 当我们回到基地后 发现眼镜蛇马桶人正在攻击盟友 我们三人赶紧加入战斗 即使我和泰坦电钻人奋力抵抗对方 但还是被敌人给包围了 正当我俩以为完蛋了的时候 泰坦三巨头落在了对面的建筑物上 紧接着三人投入战斗 他们向敌人释放了恐怖的攻击 这一刻战据改醒 但我的哥哥此刻竟然被偷袭了 妈的放开我哥哥 我赶紧冲了过去 但已经晚了 亲爱的弟弟 你一定要找到丢失的联盟友 这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唯一希望 我永远爱你 哥哥离我而去了 我愤怒到了极致 心中的怒火激发了黑暗能量 一瞬间 我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 我将一切怒火朝着敌人释放了出来 第八天到第十天 我在整个战场上横冲直撞 在黑暗能量的加持下 干掉了一个又一个马桶 基地周围的建筑物也被我撕毁了 此刻我已经疯狂了 任何物体都免不了我的悲惨 直到我消灭掉最后一个马桶 但很快 我发现自己被太太们捞了 你虽然打败了敌人 但同时也摧毁了我们的基地 并且伤害了盟友 我们不能让你加入 我不加入这事了 你犯了一个错误 不 是你们犯了一个错误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打败马桶人的 我冲出了基地 在我离开的路上 发现了一张地图 按照地图 我来到了马桶人 毫不犹豫的破坏这一切 我诈本了所有挡住 我去路的马桶人 但我太鲁莽了 不小心触发了陷阱 我被关在了篮子里 我想要利用钻头挖通这里 但周围全是疾问 改装马桶人不知从何而来 他想要蛊惑我叛变 第11到14天 改装马桶人决定对我进行实验 紧要关头 泰坦石中人飞了过来 快点放开他 泰坦石中人用钟表枪 攻击了改装马桶人 他们打得有来有回 但最终改装马桶人还是太嫩 泰坦石中人把我解救了 我已经不是联盟的成员了 被诅咒的电钻人 我听说了许多关于你的事情 你想要干嘛 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你的力量 把你变成泰坦 这样你就可以帮助我们 找到失落的联盟神器 我为什么要帮你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马桶人 女石中人带我来到了实验室 我已经准备好了 他打开了机器开关 我的身体再次变异成一种新的形态 此刻我无比巨大 嘴里长着一组锋利的牙齿 我是一个邪恶的泰坦电钻人 获得额外的十颗星和新的灵 我在渴望什么呢 哦不 诅咒再次失控了 飞案力量吞噬了我 我飞过实验室的屋底 开始漫无目的地寻找任何能让我变强的东西 第15到17天 我在天空中飞驰 寻找任何力量的踪迹 突然我发现了一座古老的钟楼 其中涌出一束能量 这是谁的 没有人认领 就是我的了 我降落在钟楼前 开始用钻头挖掘 一小块功夫 就挖了个大坑 突然一个人的出现 阻止了我 哎呀 吓我一跳呢 声音的来源 是一个大型石中人 伙计 我是这座钟楼的守护者 你不能在这里挖掘 天王老子来了 也不能阻止我 我忽略了大型石中人 继续向地下挖掘 突然对方开始朝我发射激光 但我很快就用针刺攻击将它击倒 我向深处继续挖掘 直到我进入到了一个古老的附近 在另一边 我看到了一根柱子 正等着我 那里摆放着一个神秘的石 这是第一个联盟神器 我赶紧冲了过去 突然从阴影中 走出来一个镰刀石中人 难道你也想像大型石中人一样 阻止我吗 我开始进攻镰刀石中人 第十八到二十一天 我挥舞着钻头 试图打败镰刀石中人 结果 对方一个闪现竟然不见了 你会为你的鲁莽付出代价 我继续尝试用蛮力将它击人 但还是失败了 镰刀石中人 一道激光将岩石击碎 掉落的瓦砾将我困在里 我努力挣扎 想要摆脱出来 就在此时 镰刀石中人 静止走向联盟神器 一瞬间 他变得更加强大 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被他拿到了 我无比愤怒 镰刀石中人 释放了新获得的力量 突然整个洞穴开始颤抖 他逃了出去 我以为自己已经完蛋了 直到时间突然倒转 伙力全部回到了原位 女石中人解救了我 我跟着女石中人 从这里离开了 第22至25天 我来到了一个未知的区域 这里一片狼藉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女石中人用他的力量 让时间倒流 向我展示了 之前发生的一切 这里是石中人的基地 石中人安逸的生活着 突然眼镜蛇马桶人 来到了这里 他的出现 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石中人们为 保护自己的家园 与马桶人对抗 他们竭尽全力战斗 但在战斗中 眼镜蛇马桶人 对石中人释放了诅咒 为了让他摆脱诅咒 我尝试修复他 但他受到的伤害很重 修复过程中 他成为了现在的镰刀石中人 第26到28天 我一路飞行 发现了一个露营地 我想这就是 镰刀石中人所在的地方 当我飞下去时 却不小心踩到了机关 我的周围立刻出现了一个龙 镰刀石中人 直接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以为你已经挂了 你命还怪硬啊 拜托听我说好 我知道你的过去 我们有着相同的经历 正当我解释的时候 电动马桶人飞了过来 看看我发现了什么 你们准备受死吧 电动马桶人 朝着镰刀石中人攻击 一道道闪电 打在了镰刀石中人身上 尽管他奋力了扳机 但依旧不是电动马桶人的对手 我赶紧挣脱了笼子 聚集所有力量 呼吸了电动马桶人 看来我们俩 是和作为盟友一起战斗 跟我来吧 我可以训练你 变得更强 第29到32天 我被带到雪山 接吻新的口 我在这里丢失了我的吊坠 所以我需要你来挖掘地面 帮我去穿 这不是小菜一碟吗 很快我就开始在雪中挖掘 直到地面突然开始融融作息 雪崩向我们两个人砸来了 我想要逃 却逃不掉 最终被埋在雪下面 我用钻头铲掉积雪 同时解救了镰刀石中人 也就在此时 我发现雪崩中落下的冰块 里面有古老的马桶人和吊坠 我决定把它钻出来 当我刚刚拿到吊坠的时候 古代马桶人也从冰块中挣脱了出来 我要消灭你们 古代马桶人开始攻击我 第33到35天 我俩躲开了古代马桶人的攻击 但对方却不 依不饶 势必今天要将我俩消灭掉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 马桶人可以使用冰冻攻击 我想要使用针刺攻击打败对方 突然古代马桶人将目标锁定在了镰刀石中人身上 这就是柿子要挑软的捏对吗 古代马桶人朝着镰刀石中人冲了过去 我赶紧利用走位来到了他身后 一波针刺攻击带走了古代马桶人 我把拿到的吊坠递给了镰刀石中人 惊讶的是他把联盟神器送给了我 失去神器后 镰刀石中人恢复正常形态 我也没有客气 获得了五颗星和新的脸 好了快跟我走 我知道下一件联盟神器的线索 第36到39天 镰刀石中人带我来到了电影制片场 突然泰坦电视人走到拐角处 我们赶紧躲在一栋建筑物后 及时避开了泰坦的视线 我们两个人在眼波市周围偷偷摸摸 还好没有被发现 最终我们来到了一台大电视区 这个屏幕是做什么的 镰刀石中人打开电影 忽然屏幕图像变成鲜红色 触发了我的黑暗力 一瞬间 我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 我开始发疯的攻击周围的建筑物 毫无以为泰坦电视人发现了我 他直接向我冲了我 第40到43天 泰坦电视人恶狠狠的看着我 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懂吗 我直接攻击了泰坦电视人 对方轻松的躲开了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移平了电视演播室的一部分 你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你的诅咒越来越强 我不在乎 但此时我注意到了 第二件联盟神器就躺在废墟当中 我赶紧跑向他 泰坦电视人试图用红屏攻击阻止我 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得到神器 我改变了策略与泰坦电视人战斗 我的声波钻攻击与他的红屏激光相撞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快住手吧 黑暗力量正在吞噬 不可能 我出人意料的发射了针刺攻击 迅速的跑向了神器 结果却被突然出现的喷气马桶人 抢先一步 一瞬间他便无比强大 傻瓜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这个神器真是得来全部废功 第44至46天 喷气马桶人开始攻击我 此刻我已经措手不及了 我无法控制黑暗能量 错过了太多攻击时机 看来你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 黑暗能量正在吞噬你 但我可以亲手让你解脱 连刀石中人眼看情况不妙 一个传颂来到了喷气马桶人身后 在一个脑瓜崩 把喷气马桶人打晕了过去 我赶紧释放了所有力量 反派死于化多 我捡到掉落的联盟神器 它使我获得了五颗星和新的脸 我感觉力量就在我的血管中涌动 突然一群电视人冲了出来 为了避免战斗我和镰刀石中人 赶紧离开了 第47至50天 我俩躲在了掩体后面 不知从何而来的枪声 开始向我袭来 当我转身的时候 才发现对面有一支坦克马桶人部队 我抄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在你干掉喷气马桶人之前 他就已经在神器上面 安装了一个追踪器 坦克马桶人一同向我俩冲来 我使用新力量开始战斗 简直是太简单了 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最终所有的马桶人都一命呜呼了 但此时我决定还是不进行 开始攻击敌人的尸体 还好镰刀石中人的呼喊 让我清醒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竟然变成了这样 同时我注意到了一个相机镜头 这是什么玩意 这一定是通往监控人神器的线索 我跟着镰刀石中人离开了这里 第51到54天 我们到达了一座被监控人严加看管的监狱 看来联盟神器一定就在这里 我们必须想办法不惊动监控人进入监狱 还好我是电钻人 于是我开始挖掘地面 最终我们进入了一个金属单元 我试图按照原路飞出去 但却被激光盾阻止了 兄弟我们应该怎么办 忽然间我们在角落发现了一个无头马桶 你是谁 我叫昆昆 我们还在对话时容颜开始流入房间 看来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但唯一出口是基岩门 我试图钻穿它 但没有用 看来我们即将被薄荷烧死 第55至57天 我利用钻头撕裂了金属地板 在我们周围形成一条护城河 容颜流入护城河 暂时拯救了我 但接下来我还是要想办法离开这里 不然大门竟然自己打开了 对面站着一群监控人 你们快点束手就擒吧 突然镰刀石中人像是丢宝灵球一样 将无头马桶人丢了出去 监控人全被砸倒了 我和镰刀石中人趁此机会赶紧跑了出去 第58至61天 我和镰刀石中人来到了监狱的中心位置 监控人神器就摆在面前 我兴奋极了 再次获得了五颗星和星的灵 但我感觉到了黑暗能量 重重的压在了我的心头 我要统治事件 我才是最强的存在 热了狗了 你在说什么鬼话 不许你这样跟我讲话 黑暗力量让我开始癫狂 我的攻击直接引发了警报器 突然地面开始颤抖 泰坦摄影师从天而降 你已经变得如此危险 快点收手吧 我正在变得强大 你和联盟的其他成员 正在浪费时间阻止我 你太天真了 我们这是在帮助你 我现在被激怒了 朝着泰坦摄影师就开始攻击 但他很快就利用激光龙困住了我 我想要钻开笼子 但他是坚不可摧的 第62-64天 我和联刀石中人 被关在了监狱外的笼子里 泰坦摄影师正在看着我 你已经对联盟造成了威胁 我必须把你困在这里 直到你的诅咒被消除掉 突然一股恐怖的声音传了过来 眼镜蛇马桶人突然出现在这里 他偷袭了泰坦摄影师 摄影师攻击 对他造成了大量的伤害 慢慢的泰坦摄影师就落入了下风 眼镜蛇马桶人乘胜追击 把泰坦摄影师干掉 随着泰坦摄影师的陨落屏障 也停止了运行 但很快 眼镜蛇马桶人就锁定了我 我本想趁此机会赶紧逃离这里 结果联刀石中人为了报仇 直接朝着眼镜蛇马桶人冲了过去 快醒醒 我们现在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现在失败了 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报仇了 镰刀石中人恢复了理智 我们俩头也不悔的离开了这里 第65至67天 我和镰刀石中人马不停蹄 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开始商讨下一步进行 最终我们决定 前去搜索下一个联盟神器 突然一阵美妙的声音 传入了我们耳中 镰刀石中人这个家伙 定义真不行 他竟然开始恍惚起来 我操你要去哪里啊 我跟着镰刀石中人 来到雷尔波波塔 广播正放着奇怪的音乐 所有音响人都待在了园 就在这时 黑客马桶人出现了 这是个陷阱 快跟我离开这里 但镰刀马桶人却纹丝不动 他深深的被音乐给吸引住了 黑客马桶人直接向我发起攻击 第68到72天 为了保护镰刀石中人和音响人 我奋力对抗着黑客马桶 对方朝着我 释放了闪电攻击 我的小心脏正在刷刷的消失 看来我只能使用黑暗力量来反击了 此刻我直接扭转了战局 黑客马桶人被我打得连连败退 虽然你很强大 但你愿意让你的朋友挂掉吗 黑客马桶人直接看向镰刀石中人 静止的朝他飞去 我没有犹豫 直接落在朋友面前 用身体挡住了攻击 这种强大的伤害 我也抵倒不了多久 当黑客马桶人再次向我冲来的时候 我及时躲开了 导致黑客马桶人直接撞到了广播塔 随着瓦力落下 所有陷入恍惚的人都醒了过来 气死我了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黑客马桶人愤怒的向我冲来 但此刻我无比虚弱 根本没办法躲开 为朋友两枚插刀的时刻到了 镰刀马桶人落在我面前 用石中光束击中了黑客马桶 一连串的攻击带走了他的小命 第73到75天 我和镰刀马桶人来到了扬声器基地 神器就在基地的上方 听到这里 我赶紧朝着基地飞去 正当我要去拿神器的时候 泰坦扬声器用手臂大炮阻止了我 我不能让你在黑暗中迷失了自己 我没有理他继续前进 但突然泰坦扬声器把我击碎了 结果我却发现了远处的巨片马桶人 突然我有了一个想法 大傻逼快过命 我利用攻击 信用巨片马桶人 巨片马桶人也够蠢的 二话不说 就开始攻击泰坦扬声器 趁此机会我赶紧抓住了神器 又获得了五颗星和星的脸 但就像之前一样 飞暗力量有一次分数 看见泰坦扬声器将巨片马桶人击倒 并追了过去时 我也想去加入他们的战斗 不 你别冲动 谁敢反对我的话 谁就是叛徒 我炸飞了昔日的兄弟 第76至79天 我和镰刀石中人落在地面 我继续攻击着他 在黑暗力量的控制下 对方的话语 我丝毫听不进去 我朝着他释放了新的火焰吐息能力 镰刀石中人避开了大部分火焰 他朝我释放了石中激光攻击 我忍受了这一击 飞到他身后 用钻头踩他攻击 击中了他 就在我准备对镰刀石中人进行最后一击时 突然时间冻结了 我无法动态 唯一能做的 就是看着泰坦石中人出现 他用时间扭曲攻击 击中了我 将我从黑暗状态中拉了出来 真的很抱歉 我差点就成为了罪人 没关系 但你仍然需要最后一件神器 来完成你的所有升级 我知道了 下次我必须克服诅咒 我决定现在去帮助泰坦扬升器 180到83天 我朝着泰坦扬升器飞去 他还在和巨片马桶人对抗 我直接冲了过去 发射针刺攻击 正当我占据上风的时候 眼镜蛇马桶人又他妈来了 他使用黑暗力量 加持到巨片马桶人身上 升级后的巨片马桶人 牛逼克拉斯 眼镜蛇 马桶人大笑着离开了这里 此刻我俩感觉到了压力 巨片马桶人主动出击 泰坦扬升器的人 用音爆把他炸后退了 我用黑暗力量 远程输出巨片马桶人 但升级后的巨片马桶人 比以前强大太多了 我们必须一起攻击 泰坦扬升器 与我结合了力量 终于打败了巨片马桶人 谢谢你帮助我 请拿着这个 他给了我一张钻弓神器的地图 我赶紧朝着神器出发 第84到86天 我到达了地图上的位置 找到了一座古老的废弃城市 但这里空荡荡的 神器会在哪里呢 电钻人的神器 莫非他就在地下吗 我一鼓作气朝着地下挖去 最终我来到了一个秘密区 在这里我发现了大型电钻人 但对方并不友好 神器并不在这里 他安全的保存在我们的圣殿 告诉我他在哪里 如果你拿到了他 黑暗力量就会吞噬 所有你不配得到他 突然附近的墙壁倒他 一个骷髅马桶人冲了出来 当骷髅马桶人离我越来越近时 我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第87到89天 骷髅马桶人用毁灭性的力量攻击我 他向我喷出大量酸性 还好老子伸手脚线 全部躲开了 我找准机会 直接用太太力量进行了引击 本以为这个家伙已经玩犊子了 谁曾想他竟然再次崛起了 我猛逼了 开始四处逃窜 利用真次攻击 再次击倒了骷髅马桶人 但每次杀掉后 他都能再次负 甚至我感觉到 他会变得比之前强大 慢慢的我连打倒他都变得不可能了 我被迫逃离 钻出了洞穴 结果我却在前方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入口 我冲了过去 想要打开大门 一丁连反应都没有 看来我必须钻过去了 最终我钻进了一个坑里面 里面站着一个小电钻人 当我抬头向上看去时 骷髅马桶人出现了 看来我这次是遇到大麻烦了 第90到92天 马桶人朝着洞内喷射毒液 我很快便建立了一个屏障 我和小电钻人一番商量 决定困在他 我利用黑暗能量 将骷髅马桶人击倒了 小电钻赶紧冲出来 布置了一堆蜘蛛网 当骷髅马桶人醒来的时候 我赶紧发动攻击 直接让骷髅马桶人掉进了坑内 他直接被卡在了蜘蛛网上面 我赶紧带着小电钻离开了这里 并把骷髅马桶人封在了坑里 谢谢你救了我 我可以用我的能力抱谈你 你有什么能力呢 我可以让你和来世的一个人 短暂交谈一个时间 此话当真 我想哥哥了 小钻工用他们奇怪的力量 对我射咒语 我感觉自己慢慢的睡着了 第93到95天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梦境世界中 我回到了最初的形态 哥哥就站在我的面前 哥哥请告诉我 如何克服内心的黑暗 并获得电钻神器 我知道一个咒语 可以让你摆脱 但也会咒语会失败 失败的结果你就会隔屏 不过亲爱的弟弟 我相信你不会失败的 哥哥递给我咒语 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加自信 祝你好运兄弟 我爱你 我也爱你哥哥 我很高兴 能最后一次见到 醒来时 哥哥给我的咒语 在我面前飘落 是时候获得最后的神价 第96到98天 我走进钻工神庙的门 并准备咒语 施展了咒语门打开了 露出了领域的东西 是一个孤独的品牌 我刚踏上去就导致一个黑暗的尸体 从我的身体里抽出来 你在做什么 你真的认为你可以杀我吗 你是我内心的邪恶 为了让你不再控制我的身体 你必须消失 这黑暗力量将属于我一个人 我向前冲去攻击黑暗的自己 他用黑暗力量进行反击 从我身下召唤出一大群畜属 我用我的火焰吐息 对抗他的黑暗魔法 很明显我们弑君利益 放弃我的是你 我朝着黑暗的自己 释放了致命一击 在他死后 我完全控制了力量 同时 最后一间神器也摆在那里 我赶紧抓住神器 又获得了五颗星和新的力量 这一次我没有赶到黑暗力量的蔓延 我做到了 是时候去找眼镜蛇马桶人算账了 第99天 我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 但这里到处都是眼镜蛇马桶 我飞了下去 开始攻击小眼镜蛇呢 越来越多的马桶人 朝我们涌不过来 尽管我们很强大 但对方的数量太多了 最终 我们被四面八方的小眼镜蛇马桶人包围了 突然 泰坦电钻人和联盟成员赶到了 你们在这做什么 我们当然是来帮助你们的 我很抱歉 说的那些话和做的那些事 没关系 联盟总是愿意提供帮助 眼看联盟成员在这里奋战 我直接朝着眼镜蛇马桶人的位置飞去 第100天 我到达了城市的中心 眼镜蛇马桶人正在等待我 你大难临头了 今天必须血债血偿 眼镜蛇马桶人朝我冲来 我用尽了所有黑暗力 镰镬石中人在一旁帮我拉扶住 突然 眼镜蛇马桶人释放了终极攻击 他想要再次控住 但我突破了他的精神控制 战斗的胜利 我的哥哥 我为你报仇了